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根州和这个新汉布什尔州与审计相关的都出现了相对来讲叫爆炸式新闻 让人们看到了美国衰败的一切和这次大选它覆盖的面 就是阴谋诡计的手段覆盖的面巨大和在万般无奈的背景之下人性堕落的表现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昨天晚上马里科帕县的这个监事委 就是在亚利桑那州这一次审计的被审计的最顶层的当地的官员 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共同决定 对抗亚利桑那州参议院的审计决定 对抗 从昨天下午大概两点多 他说从现在开始拒绝向亚利桑那州参议院提供和回答任何与审计相关内容 他说审计是荒唐的荒谬 审计是不负责任 审计是对这个整个马里科帕县的这个选民不尊重 你让我说就放你个驴鸭屁 你放出去能收回去吗 你审计已经进行了四个星期了 审计是在马里科帕县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判决之下 亚利桑那州是你上级的选举的单位 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最高的行政单位 你一个县要必须执行在选举法中 必须执行在州的参议院作为立法机构所规定的 所制定的选举法的一切 这就是闹革命 这就是反了 那他说的审计是荒谬的 都已经把选票给人家了 210万张选票 算是9台投票机也已经给人家了 300多台不是30多台 300多台 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三个问题 第一个 在与选举相关的所有的这个这个处 就是资料 他整个储蓄的资料 整个资料目录没了 那资料目录没了 什么意思啊 那资料就没了 那存的资料肯定是一个folder一个folder 就一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对不对 姓张的一个文件夹 姓李的一个 他200多万人 他他得按照他统计统计学上的规矩 他得分类了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一般是按地区的 呃 这个线画出200个区 01 0203 一个区 一个folder 一个区 那他这样在行政区上走 是最容易的 那一般行政区上走 就会按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是最准确的一个地区划分 所以一个邮政编码 一个folder 一个folder 那在这个邮政编码里面 有175 比如说有175个 有资格投票 那实际投票的 你怎么也不能超过175个 对不对 你可以是157个 呃 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咯 那他把文件给取走之后 他找这个folder没了 呃 没了 你投票机里头 一定会有一个总数咯 你们家存的钱里头 得有个总数啊 张三银行存3块 李四银行存5块 王友银行存一个250 你们家钱一共多少 这很简单的吗 没了 没了 人家这个 这个今天要召开听证会 大概上午10点 所以主持审计的 亚利桑那州的参议院的议长 范恩 就要求他们今天过来开会 我就想问你 那folder上哪去 他问 突如 说 审计 一问到这说 审计是不合法的 那么放一个驴 那驴儿屁放出来 他也收不回去啊 你们家谁放屁 能收回去 这是美国政府 这是今天看到的 美国选举官员 所以川普讲的 让美国再伟大 只能有新的神背书 没有神的背书 不可能了 烂的 那肉烂的都拿都拿不起来了 这不就烂肉吗 对不对 你要扛 你从一开始扛 你扛一半 你看这不成他们来真的了 完蛋了 这事跟我没关系 那叫什么东西 那叫 五个老爷们 没跟你说现在男人 没个男人样 他昨天开会是这么决定 我们拒绝了 他拒绝 说 然后 如果你要找我 我们就法庭上见 他现在的行为是违法了 因为马里科帕县 马里科帕县的高等法院 要已经下达命令 就是参议院的传票 具有传票资格 在有关选举审计的问题上 那选举审计的问题本身呢 当他有传票资格的时候 那作为参议院来讲 就相当于是法庭 那他们拒绝就等于在美国 这是很大罪名的 你有个交通告票 你比如说我parking 给人贴了告票 说罚了你五块钱 我不敢五块钱太多 我得跟那法官说上庭 上庭了 那法官说 那你上庭的时候 说早上八点钟 你就得早上八点之前到 你要错了点 说你迟到了 那是犯罪 那那个你迟到了 或者无故没去 那个罪名 罚你五百块 五千块 五万块 都有可能的 跟那个 跟那个告票就两回事了 所以这是法律至高无上的一个概念 人人遵守的概念 那今天马里科帕县 昨天做出的决定 就等于是向抗争法院 那在美国抗争法院 你不就革命了吗 所以这是他 定他昨天提到的 所以他讲说 OK咯 那你再告我咯 那而他遇到的 为什么他们拒绝回答 就像我说的 那他是拒绝提供 有关数据库丢失 或者说被删除的 这个问题 那到法庭上打 他就开始胡搅蛮缠了 他大概想到的故事 是这么个故事 另外一个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路由器 他们拒绝交出路由器 那警长是索罗斯 选的挑的 花了两百万 给选上去 那这个警长呢 发表了声明 说在路由器上 有整个马里科帕县的 所有的公民的资料 什么 储存的那些数据库等等 都在路由器上 他变成了胡说 路由器的功能 只提供访问 相应计算机和电脑的 那个访问者的IP地址 和他的访问时间 而不是你们家的云端 不是你们家的硬盘 存东西 不是亨特拜登 存的他光不流条的照片 他不起着储存的作用 他只起着记录的作用 那路由器 如果审计的人拿到手之后 他能查到 当时是哪些IP地址 跑进来 如果 如果当时的 马里科帕县的 他的投票机 是被西班牙 是被德国 是被境外的 操控者操控的 那他们的IP地址 就被记录在那个路由器里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密码 有关所有这个选 有关所有投票机的 操控的行政密码 那马里科帕县 手里没有 审计的问他要密码 那你当然 你家账号 我得查这东西 对不对 他们不给密码 他说我没有 那你没密码 你当初投票机 11月3号 到底谁在管理投票机 哎 美国就可以荒谬到这份上 这是三个问题 所以应该讲 是马里科帕县的监视委 面对这无法回答的问题 因为这问题的背后 都牵扯到倒霉你投票机 牵扯到索罗斯 牵扯到Facebook的老板 Facebook的老板 给了监视委200万 今天主管 亚利桑那的这个大选的州务卿 是索罗斯花了200万扶起来 今天在亚利桑那州 马里科帕县的警察局长 是索罗斯花了200万给扶植起来 而有关这个路由器的问题 会追溯到 那谁在操控的投票机 而有关 有关这个 密码的问题 就是投票机密码的问题 将直接对垒倒霉你 也就是说 今天遇到的问题 如果给他查出来之后 就把大选背后的势力 一锅端 没招了 隔五个 对吧 隔五个五头驴 就当骡子屎了 出来了 故事 整个马里科帕县的故事 走到现在 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 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